HELLO 大家好 这几天我正在更新我的个人博客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就是3w.gw.name 最新一篇就是我使用iPhone X 两个多星期以来的一些体验 在使用iPhone X之前呢 我的主力机一直都是iPhone SE 这个很小小的手机 我特别喜欢特别特别特别喜欢iPhone SE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单手操作 拿起来特别舒服 心里非常非常的差势的手机 另外呢我还有一部Android的 就是锤子科技的建国Pro2 这个手机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的胶部它的系统都特别特别的好 我之前用建国Pro2拍过很多照片 之前拍摄视频的时候 都是把视频的素材导到电脑里面 在电脑里面剪辑然后直接导出 所以对手机的快慢完全没有概念 但是最近开始用一闪剪辑视频以后 我发现手机和手机之间的速度 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那么iPhone X和SE还有建国Pro2 到底有多快呢 我决定今天拍一个小视频来对比一下 就用一闪导出视频 评测的方法非常简单 前几天珊珊过生日的时候 我用手机拍了一段5分14秒钟的视频 我就用这个视频分别导到这三部手机里面 然后在一闪里打开 5分14秒的视频 给他们做同样的编辑 前面加一个字幕 选择同一款滤镜 选择同一个电影的效果 添加同一个音乐 然后在视频的末端 再添加同一个相同的字幕 然后点确定输出 看看谁用的时间最少 准备 准备 开始 5 4 3 2 1 好 iPhone开始 结束 5号是3分15秒 5 4 3 2 1 0 停 iPhone SE红号是5分钟 建国Pro2终于完成了渲染 然后它用时是21分35秒 iPhone X的用时是3分15秒 iPhone SE是5分钟 建国Pro2 21分35秒 EPhone X OpenX WX WX EPhone X We I We